我介绍一下 你好 许总监 你好 小胖 放一下视频 请各位看视频 这是此前爆料人发布的视频 这个 是 这个惊喜你看 一开始就连个盖儿都没有 也太惊喜了吧 就这还乐觅 经技术部检验 一刀未减 没有任何作假痕迹 既然从开箱到检测 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 现在疑点只有一个 货仓 这是我找技术部还原的 乐觅仓库监控视频 大家请看 这次假货危机爆料人 确实表面上做得毫无疑点 购买记录和货号都是真实的 但这段视频 显示库管员调换了产品 爆料人也承认了 我要求他必须发声明公开 向乐谜道歉 否则我们会采取法律手段 翟总 库管王大川 与爆料人是雇佣关系 他偷偷调换了产品 因为之前不良的消费记录 导致他负债累累 为了偿还债务 所以选择了这种 铤而走险的方式 现在对公司 造成了非常大的利益损失 至于对他的处理方案 就看各位高层如何选择了 道歉啊 爆料人他道歉了 他已经在微博发食品 向咱们公司道歉了 秦佑 做得不错 谢谢翟总 辛苦各位了 秦佑 帮我送一下莫总 好 莫总 这边请 这边请 徐总监 看你有些面熟 但又不知道在哪儿见过 是吗 那莫总认错人了 也许 你见过我吗 没有 徐总监 房费还没给我 嗯 你不认识